婆婆能管工资卡吗 碰到把钱放在婆婆那儿的老公 你会怎么做 有一个来找我咨询的女孩 她刚结婚没多久 有一次她让老公去超市买东西 老公说没钱了 她这才知道老公每个月都把工资交给婆婆 而婆婆呢 只会给老公一些零花钱 她就让老公去要回工资卡 她跟老公说 毕竟结婚了 难不成靠我一个人养家 她老公死活不去 我帮她支了一招 让她把钱都给她妈妈 并且每天都回娘家吃饭 过了没两天 她老公果然受不了了 就问她为什么家里没饭 她直接说没钱 她老公问怎么会没钱 她说跟你一样 我都把钱给我妈了 她老公去跟婆婆告状 婆婆来闹 说什么哪有结了婚 还把钱往娘家拿到儿媳妇 她说 您还不是让您儿子把钱都拿回去给您 让我养着她 我又不是她妈 我没有义务养她 这句话怼得婆婆和老公 哑口无言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对付这种老公呢 这家人 我不要耳敗